平安,今天我要跟你分享关于基督徒的,也就是压卫神的儿女,关于离婚再婚的事情。 因为我曾经结过婚,然后后来因为我自己的原因离婚了,因为我之前是一个耶洗别的妻子。 在我的其他的见证里,我有分享过,但是在这里我要再分享一下,我之前作为一个耶洗别妻子的表现。 作为一个耶洗别的妻子,如果你不知道耶洗别,那么请你去查看旧约。 在旧约,以色列的一个国王,他的妻子是耶洗别。 然后他做了极恶的事情。 那么在现今的社会,我知道如果女人没有从上面被压卫神而生,那么就是会被耶洗别的灵所附着。 如果一个女人被耶洗别的灵所附着,那么这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情。 而且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从耶洗别的灵得释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曾经我在婚姻当中的时候,我对待我的丈夫是非常的不礼貌,不尊敬。 我会打他,我会无缘无故地跟他生气,发脾气,吼他。 我看不起他,经常说恶语来攻击他。 然后我希望他服侍我,他做东西给我吃,他为我准备早餐。 然后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属于圣经里所说的妻子的角色。 我掌控他。 我现在想起来,我那个时候是真的伤害了他,是深深地伤害了他。 我知道他现在身,他身上,他的比如说手上,还有我那个时候揪他,打他的那些痕迹。 所以,那个时候不光是他活在痛苦中,我更是活在,我也是活在痛苦中。 我说我更是活在痛苦中,是因为如果一个女人被耶洗别的灵所附着, 那么她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,我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压卫神来使她得释放。 如果你也是耶洗别的妻子,那么你要向压卫神呼求,呼求她,求告她的名,寻求她的面。 唯有压卫神,她才能使你从耶洗别的灵得完全的释放。 那么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耶洗别的灵,耶洗别的妻子还会和他们的丈夫, 离婚,然后我曾经也是把我的丈夫赶出家外,然后她自己要去另外租房子等等。 那么当然耶洗别的灵,附着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时候,那个女人她也会犯淫乱,犯奸淫, 这也是我过去所犯过的罪。 那么,在离婚以后,压卫神从上面生了我以后, 她才真正的教我,她才教我什么是真正的婚姻,因为我曾经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婚姻的。 所以我现在知道,一个女人第一次的婚姻就是契约的婚姻,在压卫神眼里才是真正的婚姻。 什么才是有效的终止那个婚姻的一个缘由呢? 或者说一个切记,一个实据呢? 只有死亡,就是婚姻双方任何一方的死亡才会导致那个婚姻失效。 所以我知道,我现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离婚了,但是我在压卫神眼里是,仍然是已婚的状态。 所以我现在在Facebook,我的婚姻状态,压卫神改变我的,改变我,她开了我的眼以后,我就改成了已婚的状态。 所以我知道现在,我仍然是属于我以前的丈夫,而且我会坚守和她的那个契约,就是我们当时领的结婚证。 我们结婚,那是我对她的一个承诺,所以我会遵守那个承诺。 我知道,我知道,现在我仍然是属于她的,所以在压卫神眼里我是已婚的。 当然,如果压卫神,她不开启我的眼睛,我是无法看见的。 因为在圣经里已经明明写了,弥赛亚,亚首啊,就是压卫她自己,亲自告诉我们了。 如果一个女人离婚,任何一个人娶了她,就是犯奸淫了。 所以我知道,如果我再婚,那么那个不是真正的婚姻,那是处于一段奸淫的状态里。 就是在进入到另外一段淫乱的状态里。 所以我知道今天的教会,今天的带领,今天的牧师,今天的传道人,祝福了多少的淫乱者。 所以压卫神,她是圣洁的,人如果不圣洁,是无法见她的面的。 而且对于淫乱者,通奸者,奸淫者是无法进压卫神的国的。 所以我知道,我知道压卫神的心意,我也知道她的命令是什么,我也知道这是一条非常窄的路。 她亲自告诉我们,这条窄路,很少有人找到,因为很多人都去找。 所以现在有很多基督徒,都自称是压卫神的子民。 很多基督徒,但是真正找到那条路的只有少数。 所以我知道这是一条窄路。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爱压卫神,是会尊他而行的。 也就是,如果你真正的爱弥赛亚,爱主,压卫,压说,你会尊他而行。 这就是我分享的,愿亚卫神祝福你。 哈利路亚。